槐树会生鬼 那为什么道观中还会种满槐树呢 在说文简字中 槐树的槐是一是 木眼 丛木 鬼生 意思是槐的字形表示它是一种树木 而发音则是鬼音 除了字形字音 很多人自杀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槐树 也让人感到似乎冥冥之中 也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怪影 最有名的便是春秋左传里记载的 《晋国大力士雏妮》 和明朝崇祯皇帝都是吊死在老槐树上 而在古代民间的知怪小说里 槐树出现的更多 到了汉代盛行起乘尾穴 此区的小动物 夭着的孩子不能埋在槐树底下 巫师道士边转出槐树 会阻止他们去投胎 无法去轮回 槐树会借助他们的灵性成精 流传最广的便是北京东岳庙的机灵鬼 透亮杯小金豆不知亏 北京东岳庙杯座雕刻上的海童 夜里化作人形 偷偷跑出来玩的记载 这次我们讲的却是现代人在东岳庙的奇遇 在2009年的时候呢 主人公小张当时是十几岁 有一次陪着爸爸到北京出差 完成公事之后 爸爸就包了一个出租车 准备到小众的景点去游玩 东岳庙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 推荐的一个景点 下车之后呢 迎面而来的一个是20多岁的一个女人 然后这个女人呢就自我介绍 说啊 我是导游 免费的给你们讲解一下 然后呢 他就带着妇女两个人啊 就直奔东岳庙里面 东岳庙呢 给这个小张的感觉是非常的这个庄严 还有阴森 就是感觉 有很重的历史的好重感啊 里面呢 全是密密麻麻的石碑 和一间一间的小巫蛇 巫蛇里面呢 全是泥塑 后来呢 才知道 这个巫蛇里面供奉的是 18层地域的这个景象 但是导游啊 并没有带他们去参观石碑和这个巫蛇 而是直接去了大殿 在去的路上啊 导游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说啊 现在呢 我带你们去三宝殿 这里啊 供奉着 福禄寿三宝 说这里的路神呢 就很有特色 因为呢 他眼睛是闭着的 历史记载只有一次 睁开过眼睛 就是康熙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啊 孝龙太后得了重病 怎么治啊 都治不好 康熙呢 就来这个东岳庙求神 他在三宝殿啊 跪了三天三夜 后来突然看到路神的眼睛 啪 睁开了 他又知道校庄啊 有救了 果然等他回去后 不久太后就痊愈了 那感谢路神啊 和这个东岳庙 康熙呢 心比提了一块匾 然后呢 这个导游说 你们看 这个匾就挂在门口处 小张和爸爸 都抬头看到了 那块蓝色的匾 一半呢 是中文 一半呢 是满文 等 讲完这个故事 一行人呢 已经走进了一条 长长的暗的这个口囊 这个镜头 就是三宝殿 导游说 里面进门 就是三宝殿了 你们啊 自己进去吧 我呢 就是不跟你们进去 走进这个三宝殿 这个殿呢 不算是很大 非常的这个幽暗 一点声音 都这个听不到 非常的安静 父女两个人呢 就这么看着这个 福星 路星 还有这个兽星 当这个小张 在看到这个路星的时候 突然呢 路星的左眼 睁开了 这个转 这个眼镜子呢 还转了两圈 表情呢 也是这个似笑非笑 这一刹那的冲击啊 让这个小张呢 就是目瞪口袋 手足无策 时间呢 也好像就定格了 这个时候 他的爸爸突然说 我们赶紧走吧 也没有什么意思 然后呢 两个人就走出了这个三宝殿 但小张啊 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这个错觉 还是导游 给他的这个心理暗示 也不知道他爸爸 有没有这个看见这个情况 反正 就是这个 一脑子问号的 就出来了 然后到了晚上啊 小张因为白天实在是这个 经历太神奇了 有点就失眠了 然后呢 在被窝里边 怎么着也还 也是睡不着 大概是十点左右 这个小张突然听到爸爸 给妈妈打电话 这个爸爸呀 也是把声音打得很低啊 然后呢 和妈妈在电话里面说 说他今天看到啊 这个路线的眼睛睁开了 先是睁开左眼 然后呢 再睁开这个右眼 爸爸说的 和这个小张看到的 完全是这个一模一样啊 然后呢 父女两人就开始讨论起来 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但呢 他的爸爸呀 是一个物理老师啊 总觉得啊 这个是人为做出来的 根本就不相信啊 这种东西 转天呢 就离开了这个北京啊 就回家了 大概呢 过了一个月啊 爸爸带着妈妈和小张 又去这个北京出差了 重点呢 其实就是回到这个东岳庙 再去看看 就是说这个 路线眼睛转的 这到底是怎么着 一个这个物理情况 当这个再次到东岳庙的时候啊 让父女两人的这个灵魂 可以说受到了这个暴击 他们心想 这个世界啊 一定是出现成为这个霸主 一家三口 再次到这个东岳庙啊 门口的导游都穿上了制服 就是那种导游的制服啊 而且呢 还收费啊 20块钱 小张 打听了一下 说这边的导游 从来都是要收费的 也都是统一穿着 一个导游的制服 没有穿便服的 那他又当时遇到 那个年轻女人啊 是谁的 而且东岳庙里边 他们听见了 根本没有三宝殿 从来都没有过 只有一个三宝斋 当父女两人 很高兴的跑到 以前那个三宝殿的时候 发现门口的四大天王还在 但是呢 当走进大殿的时候啊 发现里面的三尊神仙 不一样了 变成了天地水三观 不是 以前看那个福禄兽 那个三个神仙 没有了 这个怎么回事呢 父女就问了庙里边 岁数比较大 那些工作人员 问了很多人 都是那些老人 大伙都表示啊 这里面一直共同的 就是天地水三尊神像 几百年来 就从来也没有变过 而且呢 也没有听说过 他的父女两人说 那个康熙的那个 刺贬的事情啊 当父女啊 到走廊上一看 那个康熙的贬额 惊人也不存在了 就是说 康熙为了孝庄 这病来祈福的这个事 然后看到 陆神睁开眼睛 那个故事 这边的人 一个都没有听说过 说如果这个事呢 是他自身一人看到的 肯定都会自我怀疑 也说我自己 是不是这个弄错了 但这个是他的父女 两个人同时看到的 应该呢 就不会错 后来的十几年里面 主人公小张 带着疑问 去过无数次的 这个冬月庙 看到的始终都是 他们第二次 去的时候那个场景 他呢 也查了很多这个资料啊 也没有康熙的那个故事 北京的冬月庙 确实也没有供奉过 这个福 路 寿 三星的这个神像 这一切的一切 仿佛根本啊 就不存在 对呀 好 对呀